小粉還有臉在肯亞提中共國 希望你出去跟那些抗議的肯亞人說 我是中國人 我們一輩子都是中國人 還有一個小粉跑到肯亞的首都一家商店裡面 發現啊 竟然有台灣國旗 馬上在下方寫了 NO 台灣是屬於PRC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有沒有搞笑 肯亞最近在大洞亂喔 肯亞政府欠太多債了 欠債最多的主權大國是什麼 中國 而中國在肯亞也是投資了一帶一路 當時說投資一帶一路下去之後 肯亞會經濟繁榮大發展 結果事實上呢 看看多少國家已經被中國的一帶一路搞垮了 中共還說要帶領這些好兄弟 什麼基礎建設偉大復興啊 多少爛尾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中共出手整治反日言論 騰訊抖音等等平台 也配合黨支部的命令 寄出了 堅決打其一切煽動 中日衝突和極端民主主義的用戶行為 那經過發現誇張反日言論 給予三主 我是封號 這一來啊 讓一堆小粉紅不滿啊 大嗆騰訊跟抖音 我們看一下 小粉紅到底在不滿一些什麼 從沒有什麼對不對力的 有的只是無止境的 無法化解的仇恨 華為能不能出一個 我想要卸載微信了 騰訊的大股東都是誰啊 騰訊你是幾個意思啊 連QQ企業也沉淪了 希望華為能有一個 與之抗衡的app 騰訊你搞什麼飛機啊 希望華為出類似微信的軟體 支持華為以後不會給騰訊充值遊戲了 包不用騰訊的軟體 遊戲也可以不玩 但愛國是必須的 我跟你賭啊 這隻小粉紅沒有一個人會 卸載微信的 因為你在上面找女朋友啊 你在上面聊天啊 你包含你的微信道帳 什麼你基本上都是要綁定你的微信的 你很難不用啦 你很可愛耶 卸載騰訊相關軟體 說到做到 呃 你上面有 IG Gmail YouTube Twitter 我跟你說 華為應該也要抵制 因為華為鏡頭裡面的一些技術啊 基本上 都是來自日本的 他們只敢嗆騰訊 卻不敢嗆騰訊 後面命令他的那個中共 對吧 還記得前年 中國民間也是搞了一個 抵制各大歐美運動品牌 Nike啊 ADITA啊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運動 當時還鬧得很大對吧 我們要支持國產 李寧 那一開始只是單純的 支持新疆免 結果導致 一發不可收拾 就跟現在中國南方的一些 大洪水泄洪一樣 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還只剩什麼 廣東廣西啊 不只啊 湖南 湖北 河南 那些全部基本上現在 都是重災區 貴州現在也是重災區 自己上網去看 中共每次都在撐這個暴雨中泄洪 現在基本上 三分之一的中國 都是在水患之中 你們自己上網看嘛 不要再說我造謠了 話說回來 中共當時啊 也是要要整治這些反歐美的 影片跟言論對吧 因為中共沒想到 小粉紅可以失控到這麼誇張 失控到 害慘 中國經濟 因為你抵制下去 最後害慘的還是中國的代理商 還是中國人 對吧 因為歐美發生經濟不好了 欸撤資啊 發生經濟不好了 裁員啊 裁誰 裁中國人嘛 因為這次的胡友平啊 英勇出來保護日本小學生 但不幸走了 對吧 當時引來一堆小粉紅罵他是女漢奸 然後要把日本人都趕出去 所以蘇州的日昌協會 也在群組說啊 我們要分批的 鑑禁式撤資 導致中共慫了怕 出來打臉小粉紅 真的是非常有大清的 即使感啊 義和團在圍攻教堂 大清政府不管 結果還偷偷給他物資 趕快去趕快去 到最後 八國聯軍來了 大清慫了 衝突到一半發現打不過 那就加入八國聯軍 我們一起來打義和團吧 你義和團衝在前面 我大清在你後面 用炮擊幫你做掩護 結果那個炮 是在打義和團 跟現在小粉紅一模一樣 隨著科技的進步 雖然歷史不會重演 但是過程會很類似 只是形態跟媒介不一樣罷了 胡有平過世的頭兩天啊 中共不是派了一堆便衣啊 把花拿走 但隨著日昌協會 這件事情之後啊 中共不敢 在阻擋 有良知的中國人買花站出來 去悼念胡有平 蘇州公車站啊 昨天前天擠滿一堆人 而小粉紅就是這樣的一個 可悲的生物啊 叫我們海外的人 不要去 敵視中國人 仇視中國人 但事實上我們沒有 我們仇視的是你 像我們就會覺得胡有平這樣的行為很好 對吧 值得人家贊取 會去悼念他的中國人都是非常有良知的 而我們罵的都是你 罵胡有平是漢奸啊 結果你現在又仗著那些站出來 悼念胡有平的人說 你看 我們中國人還是有良知的 但殊不知你自己也是罵胡有平 罵這些人是漢奸的人 最近還有一個 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啊 一名叫做王強的小粉紅 近期村裡的宅基地被搶走了 拍片痛哭 結果被人挖出來 他曾經在2003年參加過 保衛釣魚台對日本人的抗議啊 我什麼沒了 我出手就要命了 我什麼欺負的我實在 我不是要去呢 我也不算死了 被逼死我不行 搞一下的領導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 被逼死我了 釣魚台沒有被中共拿回來就算了 你家宅基地先被中共的村幹部 還有那些惡霸給拿回來了 糗人得冷嘛 掉下來是中國了 對 你家宅基地也是中國的 因為根據中國憲法來說 你們所有人的土地 所有權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共產黨的 對嗎 4年前有一個叫做孤獨的超音小匪紅 也是嗆我拍片嘛 結果自己家宅基地被村幹部搶走了 拍片痛哭 也也被打住院 那其實宅基地本來就是只能給農村的中國人民 而這個分配是由中共的農村地區村幹部或是村委書記 他們去利益分章的 那豬給你不代表就是你 他隨時有權利可以拿回來 即便我管你家三代五代豬在這裡 這個就跟中英聯合聲明是一樣的 而中共最近為了救援房市 已經把腦筋動到了農村身上 推出了一個叫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另外一個叫做鼓勵農民放棄宅基地去大城市買房 現在中國一些省份已經開始推了 那意思是什麼呢 我會給你們補貼啦 這個土地的實用權 還給我們國家 還給村幹部 那你還給我之後呢 例如你要去大城市買一間兩百萬的房子 我就補貼你五萬塊 一次性補貼給你 我大不大事 話不多說五萬塊拿給你 喔原來農民的 土地跟房子只值五萬塊 人民幣二十幾萬台幣 這麼的不只這麼的殘破 為什麼中共要做出這種荒唐的行為呢 因為基本上12345縣的中國城市 房價已經賣不動了 房賣不出去跟政府有什麼關係 有非常大的關係啊 後面邏輯在此 中共租地給建商或是企業 不是賣喔 記得不是賣喔 是租 而企業或是建商找銀行借錢 依據不同的金額 有時候需要找當地的市委書記 或是縣市長來背書 你一背下去 銀行才會借你 而這個背書的代價是什麼呢 例如我企業要借五千萬 我給你企業五千萬 但事實上你要貸七千萬 五百萬啊 行長跟那些 銀行的中高層拿 那剩下的一千五百多萬 我們市委書記 市長拿 反正我錢可以回去美國跟瑞士 或是去新加坡 你查不到了 因為管道都是我自己的人 所以我接觸到十幾位台商 都在不同時期 同一口徑的 跟我說類似的事情 沒有民眾 接盤買房 那最後就是爛尾樓壞賬 爛尾樓壞賬怎麼辦呢 企業慘嘛 那企業慘 政府的地 政府的那些東西 壞賬要不回來 慘的 又是中國的政府 跟中國的銀行呆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疫情一來 各地大亂 斷供 資金鏈 周轉不過來 房產泡沫 而現在又通縮 更不敢買房了 你連脫手 想要止損 都沒有下盤 都沒有接班人 所以中共 把貸宅的羔羊 弄到 農民手上 讓他們賣掉 農村土地使用權 來大城市買房 什麼所謂的新農村建設 我估計 聖上真的親自 操到一兩年之後 又得是一個爛尾項目了 最後又會變成 我拿這個爛尾來補那個爛尾 那農村又爛尾了怎麼辦 蛤 那還能怎麼辦 讓這些台灣網紅來填吧 讓這個台灣的 舔共的那些人 覺得中共沒這麼壞 中共經濟很好的來投資我吧 而宅基地 這種東西啊 是不能抵押的 只能農民使用 但政府可以收回 政府收回我想怎麼用怎麼用 誰也阻止不了 那我們來看這張數據啊 中共國有土地使用權 出讓收入為 12810億元 人民幣 同比減少了14% 現在是沒有需求 而我們可以看到貴州啊 貴州的財政收入跟他的負債 差的非常之多 話可以這麼說 如果沒有上海 或是廣東地區的話 貴州這些內陸省份 早就破產了 現在還在強撐 而小粉紅 繼續倒行逆施 更多的外商啊 撤撤出來了 上海有三分之一 左右的經濟是靠外商 那你們 如果連上海自己都快養不活的話 你怎麼養 貴州呢 大家都是中國人 貴州人必須得養吧 所以不要再倒行逆施了 貴州省呢已經攤牌了 債務反正是已經還不上 堂堂一個新人大省 居然公開求救 表示自己借的錢已經還不上 我們來看一下貴州的去年的財政收入 貴州去年財政收入 一共是1886個億 還了利息呢 還剩下356個億 看上去似乎還有些盈餘 別忘了 這裡面還沒有算上財政支出 財政支出去年是5849個億 已經嚴重的入不敷出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回農村 對不對 從前年開始 因為大城市勞動力過剩 所以失業率大增 這你們不否認吧 工作好不好找 你們自己心裡有沒有避數 中共去年開始鼓勵 你們回農村 當農館 對吧 所以你看這是什麼 互相矛盾的政策呢 一旦農民把宅基地 賣回給政府 去大城市買房 那你假如去大城市 你又找不到工作 沒這個能力 你絕對斷共啊 不然就是一輩子 只能住在那個 浪尾樓的機率是非常大 我們推一萬步來說 你真的僥倖你脫手了 那你要去哪裡 你農村沒家住啦 對吧 你沒有宅基地了 而更細思極恐的是什麼 如果地方政府又想要解決 城市的問題 想要獻賣給盛上 給中央看我的數據 那有很大的機率會動用黑勢力呀 村幹部會去搶你家宅基地 到時候你連補貼的錢 五萬塊都沒有 平時你們如果沒做點功課 會以為這是正常的民主國家憲政 怎麼可能動用這些 誇張的黑惡勢力 在中國農村地區 村幹部跟村委書記基本上是土皇帝 相信各位中國網友 你們自己心裡 非常清楚這一點 所以上面有指令下來 他們大概率就會 用盡一切手段 來達成這個目標 其實這是中共的傳統 我們從這個大饑荒 我數據就是要到50% 但現實 不可能到50% 但你就是用盡一切辦法 讓他到50% 那你就必須得付出 大饑荒的代價 我們從近一點的來看 疫情期間 也是如此啊 為什麼農村封控的程度 比大城市還來的誇張 這沒有道理對吧 因為農村的人口 不可能有大城市多 那為什麼農村還封得這麼誇張 因為成城家嘛 一位村幹部是土皇帝 而 中國的農村 跟 歐美的農村 還有台灣的鄉下 是完全 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套邏輯呀 我也說過 那這裡 就不贅述了 近期還有一名小粉紅 大鬧香港的日商蘇寶展 一直大喊 我是中國人 你們日本人其實是中國人 但事實上明明就沒有 你們去看這個網路上 全部都是抹黑日本的段子 對吧 或者是唱什麼日本人 你真的不要臉 之類的嘛 還有什麼 台灣的版本 你永遠都是中國人 你永遠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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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小粉紅 跑到肯亞的首都 一家商店裡面 發現啊 竟然有台灣國旗 馬上在下方寫了 No 台灣是屬於 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有沒有搞笑 肯亞 最近在大洞亂喔 肯亞政府 欠太多債了 欠債最多的 主權大國是什麼 中國 而中國在肯亞也是 投資了一帶一路 當時說 投資一帶一路下去之後 肯亞會經濟繁榮大發展 結果事實上呢 看看多少國家已經被中國的一帶一路搞垮了 中共還說要帶領這些好兄弟 什麼基礎建設 偉大復興啊 多少爛尾啦 最後變成要租地啊 租軍港 就跟你們宅基地一樣 我們看這個美國當初也是借成給我們 台灣搞十大建設 那台灣有沒有 被美國這種龐大的金額一下子搞到 我們台灣破產了 我們要租地租軍港給美國 沒有 沒有這個就是 中美差距 即便是1970年代的美國 借錢給我們 都比2024年的中國 借錢給肯亞 借錢給一帶一路那些國家 來得強 還有台灣政黨想遣共親中 搞笑是不是啊 小粉還有臉在肯亞提中共國 希望你出去跟那些抗議的肯亞人說 我是中國人 我們一輩子都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已經把錢 借給你們 救援你們經濟了 我們是你的爸爸 你去跟他講這個 然後你順便再舉個五星期 你看看你的下場會如何 敢不敢 不是人來寫台灣是中國嗎 居然去強調 舉個五星期跟抗議的人說你是中國人 去吧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爸小金拉 我會我會呻你 會呻你 先進去 我會呻你 我會呻你